大家好,我是可乐 美国共分为10个地区,50个州和一个直辖特区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民间传说和怪谈故事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被称为美国版聊斋的奇幻惊悚美剧《惊悚50州》 又名50个恐惧之国 第一个故事,来自密歇根州的金手币 大卫是一名努力的伐木工 他的妻子海瑟是镇上最漂亮的美女 夫妻俩非常恩爱 妻子是个完美主义者 为了追求美丽,花钱也是大手大脚 然而丈夫大卫总是会尽其所能地满足妻子的一切需求 一切看似那么美好,直到发生了一场意外 那天半晚,妻子正打算参加一场舞会 丈夫的助手因并无法帮忙砍树 由于极缺木材,妻子只能脱下礼服换上工装 和丈夫来到了树林里 妻子对伐木并没有经验 由于操作失误,加上躲避不及时 竟被一棵砍撞的大树深深砸倒 她的右臂被压在了大树底下 惊慌失措的丈夫不知如何是好 妻子的伤口正在大量失血 这荒郊野外,也来不及呼叫任何救援 情急之下,丈夫只能狠心挥动斧子 砍断了妻子的右臂 那次灾难过后,妻子还是如从前一般光彩照人 遗憾的是,她成为了一名独臂美人 她不再完美,生活也变得黯淡无光 丈夫试图为她制作假知来讨她欢心 然而妻子是一个贪婪的完美主义者 普通的假知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 望着整日在家嚎啕大哭的妻子 丈夫痛苦万分 为了让妻子快乐,她庆祝了大量的心血 设计了一条非常完美的金属手臂 然而妻子却要求丈夫用黄金打造 她丝毫不考虑丈夫的经济状况 也不在乎丈夫的付出 在她眼中美丽大于一切 丈夫总是会尽其所能满足妻子的要求 这次也不例外 她将房产做了抵押 卖掉了自己的拖拉机 将所有钱换成了金块 滚烫的溶液倒进了模具之中 一条金光闪闪的手臂随之诞生 妻子戴着黄金手臂 难掩心中的喜悦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美颜动人 可妻子却把自己的身份和美丽 全部寄托在了那条手臂上 不出所料 几个月后 妻子因为吸入了过量的金属粉尘 得了肺经病 医生建议她取下金手臂 可妻子宁死都不同意 丈夫选择尊重妻子的想法 毕竟在妻子的眼中美丽大于一切 临终前 妻子要丈夫许下誓言 一定要把金手臂与她埋葬在一起 棺木中的妻子依然这么美丽 她带着那条价值不菲的金手臂 永远沉睡下去 丈夫沉沦了好一阵子 恰好又遇上了金极大萧条 没人再买手工制作的木制家具 面对接宠而止的预期账单 丈夫不知如何是好 她望着妻子的相片 终于下定决心 取回金手臂来度过这次危机 海色的坟墓被挖开 曾经温柔的丈夫竟狠狠砸开了妻子的棺木 望着妻子已经腐朽的尸体 曾经爱的誓言早已抛之脑后 棺木中的妻子突然睁开了双眼 可这丝毫动摇不了丈夫的决心 她再次举起立腹 对着妻子的手臂砍去 丈夫抱着金手臂 一路跑回了家中 心中有了势而复得的喜悦 屋外开始狂风大作 妻子的相框被吹落在地 刚才还笑叶如花的妻子 竟变成拿着斧子来索命的冤魂 照片中的妻子越来越近 忽然大门被撞开 一个诡异的人影缓缓向她走来 丈夫吓得抱起了金手臂 躲回了房间里 脚步声混着立腹的撞击声 让丈夫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透过被窝的缝隙 她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妻子走了进来 丈夫不得已将金手臂交还给了妻子 拿到手臂的妻子瞬间消失 一切归于平静 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 没想到妻子又尖叫着 举着立腹冲了进来 将丈夫给当场割喉 第二天一早 警方发现了夫妻俩的尸体 他们共整而眠 如同生前一般恩爱 居民们将金手臂 同夫妻俩的尸体一起下葬 所有人都知道那条金手臂在哪 可是没人会蠢到挖开妻子的坟墓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传说下葬的王者 一定要保持遗体完整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这个说法在中国古代也一直有流传 妻子活着的时候 丈夫非常爱她 然而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 尸体可怕 贫穷更可怕 在妻子看来 金手臂不但代表着自己的美貌 还清除了丈夫对她的爱 丈夫拿走金手臂的行为 就等于违背了夫妻俩爱的誓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再生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质 还有就是过度消费就会被剁手 生前为你亲情加财 死后还要为你挨饿受冻 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 摊上你这种老婆 本集导演山姆雷米 代表作品 《鬼玩人》三部曲 《蜘蛛侠》三部曲 第二个故事 来自坎萨斯州的全美最大麻省球 为痴人的麻省了解一下 母亲苏塞带着女儿艾米利 来到了坎萨斯州的一个小镇 这里有一个全美最大的麻省球 艾米利有些懒洋洋 小镇的居民和警长 对外来人员似乎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就在母亲与警长谈话的间隙 无聊的艾米利 独自来到了麻省球的展厅 广播开始介绍麻省球的历史 它是1954年 由一名叫做考课的男人编制的 巨大的麻省球提起了艾米利的兴趣 她边把玩着手里的红绳 边在展厅转悠 创始人考课是一名慈祥的父亲 传说她制造麻省球 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两个孩子 就在艾米利参观的间隙 麻省球居然吞噬了她手中的红线 眼前的场景是如此诡异 可艾米利居然没有想到逃跑 她甚至还想凑上去一探究竟 突然从麻省球里伸出了几只手 就这样艾米利被麻省球吞噬了进去 几分钟后母亲苏散来到了展厅 只在这里发现了艾米利留下的耳机 意识到不对劲的苏散走上大街 到处呼喊女儿的名字 然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与此同时 麻省球内艾米利也在渴望着母亲的救助 苏散向警长发起求助 警长挤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她说艾米利就在这里 但是苏散必须要经过转化才能见到女儿 啊 转化 什么转化 紧接着两名警长控制住了苏散 女警长从喉咙里呕吐出了一团卢冬的麻省 她将这团麻省塞进了苏散的嘴里 可他们显然低估了一位母亲的实力 彪悍的苏散居然撂倒了两名警长 拎起重物对着女警长的脸上砸去 令人诧异的是 警长的伤口露出的不是血肉而是麻省 苏散赶忙将自己反锁在储物室 奋力扣出了正在喉咙里卢冬的麻省 麻省发出了如同小老鼠一般的吱吱声 随后她拎起手边的把子 顺利砍向守在门外的三名警长 一下两下 他们在伤口里露出的全是戏场的麻省 女警长告诉苏散 他们很孤独 只是想找个朋友而已 可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 小郑响起了刺哀的警报声 所有居民走上街头 试图阻止苏散的进一步行动 这让苏散陷入了恐惧之中 苏散拎起斧子 以一滴摆冲入人群当中疯狂砍杀 为了找到女儿 她似乎想将整个小郑给撕开一条口子 混乱中苏散躲进了麻省球的展厅 将所有人锁在了门外 她意识到 巨大的麻省球才是对腿握手 苏散吼叫着 疯狂挥动手中的斧子 鲜血从麻省球当中喷涌而出 直到将麻省球砍出了一道大口子 苏散才停下手中的斧子 酿呛着钻进了球体 球体内部伸出了无数双手 将苏散团团包围 可这丝毫没有让苏散却步 经过一番的努力 苏散终于找到了晕倒的女儿 她的身边还有两具早已腐朽的尸体 原来这两具尸体便是麻省球的创始人 夸克的孩子 1954年 两个孩子因为意外死去 夸克为了纪念孩子 便将他们的尸体包裹在了巨大的麻省球里 之所以吞噬艾米莉 只是因为两个孤独的孩子想找个玩伴 随着麻省球渐渐复原 母女俩再也没有任何退路 他们只能拥抱着被麻省球缠绕在一起 从此小镇又多了两个失踪的外来人口 没人知道母女俩将会经历什么 或许她们将化作亡灵 陪伴着创始人的两个孩子 直到让孩子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1950年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达尔文小镇 一位叫做弗朗西斯的男人开始缠绕麻线 起初是因为太过无聊打发时间 没想到这一无聊的行为竟持续了29年 直到它缠绕出了一个高12英尺 周长40英尺的巨大麻线球 麻线球让这个仅仅350的小镇从此名声大造 甚至还成为了该州最具标志性的景点之一 如同故事中介绍的那样 凯撒斯州也有一个巨型麻线球 1953年 弗兰克斯托波在考课程开始了他的麻线球创作之旅 后来这个麻线球并不仅仅由他来制作 每年8月份 该城会举行活动 麻线球在那一天会被缠上更多的麻线 来此观光的游客也可以申请后为这个麻线球的成长添砖加瓦 这个麻线球已经成为了群体制作的最大麻线球 以上资料来自于知乎作者 宇台的小作坊 来自俄勒冈州的怪谈 弥怪标本 阿呆是镇上有名的标本师 他将制作标本师为保存伟大事业的方式 这天深夜 阿呆正在工作 一名过路司机敲响了阿呆工作室的大门 司机为他展示了一具支离破碎的尸骨 他说刚才下山时不慎撞到了这个生物 依稀记得这个生物长得非常奇特 于是特地带下山 请求阿呆能够将它制成标本 尸体状况非常惨烈 用一坨江湖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 阿呆见识过无数的动物尸体 这具尸骨的构造却是他从未见过的 出于标本师的职业素养 阿呆勉为其难接下了这笔生意 他让司机明天再来取回标本 送走司机 打开声音机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 阿呆开始翻阅大料书籍 边对照着资料 边处理这坨支离破碎的尸骨 掏出黏糊糊的内脏 用石膏重塑骨骼 然后再用胶水按上玻璃眼珠 一具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 终于制作完成 阿呆打开百个全书 原来这具尸体便是传说中的大脚野人 可这野人的身性也未免太小了 一点都不如传说中的巨大 此时已是凌晨 一阵急速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阿呆盖上了标本 熄灭了电灯 只见刚才送来尸骨的司机 正在门外嗖嗖发抖 不是说好明天再来取货的吗 这客户也未免太着急了点 阿呆不耐烦地打开了大门 只见一双长着毛的大手 活活捏爆了司机的脑袋 这是小野人的母亲亲自上门 要孩子来了 大门被撞碎 阿呆赶忙找地方躲了起来 巨大的野人嘶吼着 在屋子里不停寻找 窗台的铁桶正装着一坨 阿呆清理出来的内脏 野人在内脏上嗅到了孩子的气息 自知孩子已经死去 野人只能捧着孩子的内脏 哀嚎着离开了屋子 如此悲凉的场面 让阿呆心生怜悯 他叫住了屋外的野人 将小野人的标本交还给了他 视而复得的喜悦 让大脚野人笑开了花 本来扭曲的五官 更是挤到了一起 阿呆原本以为 自己是做了件好事 可他却忽略了 用来粘合玻璃眼前的胶水 还未干透 望着脸上只剩俩骷髅眼的孩子 野人认定阿呆就是杀死孩子的凶手 上去就是一根丝绑 据说阿呆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丝成了碎片 散落在他的工作室内 镇上的一名与标本师 认为阿呆这么优秀的人 应该被铭记 于是他将阿呆重新拼凑了起来 制成了一句标本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善良都该量力而行 在不能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不要抢着做圣母 毕竟这个世上好心未必有好报 第二个故事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怪谈传说 汇云岛 这天深夜 两名大红帽带着四位小青年 来到了汇云岛 传说这里是整个明尼苏达州 闹鬼最凶的地方 四名青年必须要在这里相互依靠 支撑到天亮 只有熬过了这个考验 才能加入大红帽的社团 说完这些 两个大红帽便驾车一流眼跑了 他们会在距离这里 四个小时路程的桥上 等待四名青年回归 不得不说这个考验非常变态 可来都来了 小青年们也只能硬着头皮 试着穿越这片丛林 由于是四个人 我们就叫他们F4吧 F4们一边赶路 一边讨论着关于这座岛屿的传说 什么无头女人啦 印第安牧场啦 地狱大门啦 说着说着 把他们自己都给吓坏了 这时候 他们发现远处有两个身着 白跑的男人 正举着火把走进了一栋古老的房子 出于好奇 青年们便跟了上去 房子里有一扇画着图腾的木门 带头的F1壮着胆子 打开了这扇门 门后是一片空旷的场地 看上去像是某个 举行仪式的祭坛 而场地的正中央 正锁着一名身着白跑的年轻女子 女人戴着头盔 无法发出言语 她的眼神中透露着绝望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青年们想着 这会不会也是两个大红帽 搞出的考验 突然一名白跑男子出现在他们身后 带头的F1壮着胆子 警告白跑男子 你们这是非法禁锢啊 犯法的 你懂不懂 懂不懂 我懂你吗 白跑男掏出匕首 当场从F1见了上帝 眼前的一幕下的 剩下的F3们不知所措 趁着白跑男滑倒 三青年赶忙上去 按倒了白跑男 将他给活活捅死 青年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善良的F4提议 应该带着被囚禁的女人一起走 就这样 三男一女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就在他们走后 一名衣着性感的女战士来到了这里 看样子她应该是邪教的首领 望着被杀的白跑男和空空如也的镣铐 女首领当即脑补了剧情 开启了追杀小青年之路 岛屿的另一面 两个大红帽还在车上听着小曲唱着歌 PO的一声就被女首领带人给砍死了 大红帽的惨叫声响彻整座岛屿 听到惨叫声的F3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 只想着抓紧时间逃出去 说来也巧 他们跑着跑着就发现了一栋亮着灯的名宅 屋主是一名胆小的老太太 青年们二话不说就闯入了屋子 老太太盯着被救下的年轻女子 似乎明白了什么 青年们决定分头行动 F2打电话报警 F3和F4则分头寻找防身武器 好不容易拨通了报警电话 老太太居然从背后发起了偷袭 将F3给一刀割喉 做完这一切之后 老太太拿起电话 很轻易就糊弄了对面的警察 她脱掉大阿姨露出了恐怖的纹身 另一边的F4在地下室找到了武器 正当她想将这个消息告诉小伙伴的时候 发现地下室居然被锁了 老太太切断了屋子里的电源 准备将他们挨个击破 紧接着F3也遭到了老太太的袭击 千军一发之际 年轻女子跳出来用手里的铁链勒死了老太太 现在F4已经死了两个 而女首领正带着教徒们向着这里赶来 俩青年只能带着女子拼命逃离 却不想身后飞来一把斧子 直接将F3给一击毙命 女首领正以70码的速度飞快追来 走投无鲁之际 一名火车司机刚好路过 F4赶忙带着女子向司机求救 谢天谢地 司机看上去是个好人 他当机一脚油门 带着二人躲避了追杀 逃出盛天的F4捡起了车上的扳手 帮助女子摘掉了头套 善良的F4抚摸着女子的面旁 不断说着 没事了 没事了 女子望着他露出了关爱智障的笑容 杀死F4之后 女子迅速逃离了这里 故事最后 逃出升天的司机被人抓了起来 他在审讯室内供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而逮捕他的人对他的供述没有提出怀疑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 岛上第一批遗居者爆破石灰岩石 不慎留下了一个巨坑 这个坑直通地狱 时不时会跑出点邪恶的东西 而青年们在岛上遇见的追杀者 正是守护巨坑的婚姻家族 他们屠杀魔鬼 保护人类不受黑暗力量的侵袭 直到今天晚上 司机和F4将魔鬼给放走了 由于这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 司机很快就被灭口 而那些青年们至死都不知道 自己捅下了多大的娄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F4的扮演者居然是 内影啥自修士的男主 阿莎巴特菲尔德 不得不说 他这张脸实在是太精致了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 惠云岛人口稀少 只有120多户 300多名左右的居民 这里并不是很欢迎 外来人口来自探险 岛的南部有一个采石场 过去的60年中 采石场在惠云岛挖掘走了大量食材 使得这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在今年累月的雨水作用下 这个坑洞便成为了一座湖泊 或许编剧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此 以上资料出自知乎作者 与台的小作坊 第三个故事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怪谈传说 目的地 这集故事的拍摄手法很有意思 以伪纪录片的形式 讲述了一个关于邪教的恐怖故事 四名巡警来到小镇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分别是小美 阿呆 阿傻和阿瓜 忙碌了于上午的四人 准备一起结伴午餐 这时候无线店内传来消息 一户居民报案称遭到了抢劫 损失了一头羊和若干物品 阿傻和阿瓜只能先暂时放弃 美味的午餐 开车去居民家查看 这里看上去非常破败 一名诡异的小男孩守在门口 他说电话是自己奶奶打的 奶奶正在屋里等待警方的到来 破败的大门上画着诡异的图腾 屋内传来了女人的惨叫声 阿傻和阿瓜赶忙出入屋内查看 屋内阴暗潮湿 紧身的几扇窗户也被木板给钉死 突然 一旁的阿瓜似乎被邪灵附身一般 原地不动 大门也随即被关上 画面一转 小美和阿呆正在享用午餐 由于很久都没有得到阿傻和阿瓜的回应 二人决定前往报案地看看 小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说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并说这里住的是她的家人 由于预感到此行异常凶险 她取出了一枚怪异的项链戴上 先前那位诡异的小男孩 在屋里探出了脑袋 小美说她曾在二十年前见过这个孩子 二十年前 可她看起来就十几岁的样子 二人大着胆子走进了屋子 同先前一样 一进门大门就自动关上了 屋子里面有个密道 里面散发出浓烈的臭味 一度把阿呆熏到呕吐 小美本想呼叫支援 可对讲机失去了信号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退入 除了继续前行 别无他法 二人摸索着通过了密道 随即进入了一个地窖 只见这里到处都是图腾 满地都是散落的尸骨 小美说这里是座祭坛 她的家人正在这里进行活人献祭 一声声惨叫声正从地窖深处传来 阿呆认出那是同事的叫声 赶忙追了进去 可同事阿傻居然已经被杀害 小美警告阿呆 她必须要离开 并摘下项链 进行了驱魔仪式 以保护阿呆不被邪魔所附身 可她摘下项链之后 却忘了戴上了 突然 早已被邪魔附身的同事 阿瓜冲了出来 不由分说 对着阿呆就是一顿砍 直到将阿呆给砍死 杀完阿呆之后 阿瓜又盯上了小美 撕打中 小美只能使用匕首杀死了阿瓜 三个同事都死了 只剩下小美孤精奋战 还丢失了驱魔项链 眼看着小美失去了所有退路 这时候 一只隐藏在角落的大boss 终于露出了真身 原来小美从小在这里长大 同邪教徒们同吃同住 直到有天 大boss想对小美不利 小美的母亲便献祭出了生命 封印住了boss 没想到多年之后 boss复活 她这次是特地设局 信小美回归 小美自始至终都知道 可她就是要带着同事 一起来送死 我也是很费解 大boss伸出场上的处须 将小美禁锢 她说倘若小美当年没有走 就一定能够找到 对付boss的方式 可惜啊 现在她还是要沦为祭品 一个小时之后 小美安然无恙地 拖着阿瓜的尸体 离开了小屋 至此 惊悚五十周第一季结束 我的理解是 大boss并不是要小美的命 而是想附身小美的躯体 他们教派就是靠着 附身年轻教徒躯体的方式 拥抱青春 而小美从一开始就知道 两名同事去的这个地方 非常危险 可她并没有阻止 而是任由同事去送死 甚至在料到同事遭遇不测之后 还带着阿呆继续送死 我不是很明白她到底想干嘛 或许这是她的宿命 又或许是编剧在暗示 邪教徒哪怕是脱离了教派 依然无法摆脱掉洗脑造成的伤害 这个故事更像是昆岩池 和万能要事的结合版 老实说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 逻辑混乱 女主脑残 不过氛围营造的还不错 连我这种经常看恐怖片的老司机都被吓到了好几次 《轻松50周》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 像是纸牌屋中的瑞秋 维京传奇中的崔维斯 梅孔中的泰莎 内影啥自修士的阿萨 还有神盾局特工中的温明娜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被称为美国百聊斋的奇幻《惊悚美剧》《惊悚50周》第二集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来自爱荷华州的《快到了》 1999年的稻奇堡 住在铁轨附近的汉娜被怪异的母亲叫醒 母亲的身后跟着两个年幼的妹妹 母亲做出了一个闭嘴的姿势 轻轻地说了一句 快到了 随后一路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铁轨上方的大桥上 将连带女主在内的三个孩子全部套上绳索推下了大桥 最后她自己也如法炮制 从大桥上一跃而下 她一直拦拦道 他们快到了 幸运的是 汉娜搏进里的绳索不是很牢固 在火车即将到来的前一个断裂 汉娜抓紧时间离开了铁轨 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而挂载桥梁上的母亲与两个妹妹 则被火车给撞了个四分五裂 画面一转 已经来到了20年之后 午夜时分 汉娜被电话惊醒 电话那头是一名供电局的员工 由于突发状况 加上她一时间联系不上别人 只能向附近的汉娜求助 汉娜是个机械工程师 她很少出外情 20年前的那次经历 让她从此患上了恐高症 连排个梯子都瑟瑟发抖 毕业后的汉娜并没有离开稻奇堡 以至于深夜开车路过当年的那座桥 以及铁路都会尽量绕道走 经过一路跋涉 汉娜终于来到了稻奇堡能源公司 眼前的这位大叔便是求助人 他打开汉娜地上的能量饮料一饮而尽 由于恐高 汉娜从未在高塔上执行过任务 大叔告诉她 距离支援感到还需要两个小时 可是现在高塔上的巨型风车叶片摇摇欲坠 半个小时后将会有场墙台风 你也不希望看到整座高塔垮掉吧 他们要做的就是修好高塔顶端的故障 这高度让汉娜望而生畏 可作为一名机械工程师 如今的局面除了硬着头皮上 别无他法 大叔告诉汉娜 一定要做好热身 千万不能让双手在爬梯子时抽筋 当年她的同事 正是因为双手筋链摔成了一滩泥 哎妈 太惨了 话音刚落 高塔顶端的制动系统开始往下滴油 大叔骂了一句脏话 当时带上绳索爬上了梯子 汉娜很害怕 甚至出现幻觉 把大叔扔下的安全绳 看成了上吊的锁套 伴随着灯光越来越暗 汉娜的耳边竟传来了母亲的低语 大叔对汉娜产生了好奇 一个女孩子 怎么会对机械工程感兴趣 你父母是工程师吗 汉娜回答 她是阿米神教徒 这是一个拒绝现代科技的教派 这费了九年二虎之力 才爬完了整座高塔的三分之一 这次轮到汉娜先爬 大叔断后 由于台风来袭 塔顶的风车已经因为故障开始冒烟 汉娜的双手也出现了筋软的状况 梯子旁 一颗缓缓松动的螺丝钉 引起了汉娜的注意 她掏出了工具包里的扳手 将螺丝钉紧了紧 母亲的鬼影突然出现在汉娜的身后 她一时紧张 不慎让工具脱了手 可怜的大叔被扳手砸中 直接从梯子上摔下 当场摔了个舌骨骨折 大叔抱着手臂哀嚎着 可他并未责怪汉娜 接下来还剩下将近一半的路程 只能由汉娜一个人来完成了 如果汉娜临阵逃脱 那么倒塌的高塔将会让二人一起陪葬 汉娜鼓足勇气开始疯狂攀爬 塔顶的梯子摇晃的厉害 此时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 却不想塔顶突然断电 什么都看不到了 甚至连他与大叔的对讲机也失去了信号 塔顶的制动系统还在继续低油 可渐渐的 黑色的油竟变成了暗红色的鲜血 一抬头 母亲的尸体竟悬在半空中 她死死地盯着汉娜 汉娜吓坏了 然而刚才的一幕不过是她的幻觉 二十年前可怕的一幕再次浮现 头顶的梯子竟变成了当年的火车铁轨 原来只是一个探照灯啊 母亲的鬼影跟噩梦一般如影随形 吓得汉娜只能闭着眼睛向上攀爬 终于到达了故障的塔顶 浓烟伴随着红色的火光 能见度极低 汉娜抓起塔顶的灭火器 熄灭了一旁的大火 不止如此 她还要重启制动系统 却不想此时 母亲的鬼影向她扔出了绳索 说什么都要把汉娜吊死在高塔上 汉娜挣脱了母亲的捆绑 不顾一切冲上前重启了设备 也就是那个瞬间 高塔的电力恢复了正常 母亲的鬼影也瞬间消失了 台风结束 受伤的大叔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就下 大叔夸在汉娜的沉着冷静 相信她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 妈呀 可千万别再有下次了 汉娜带着逾越的心情开车离去 再次路过那座高桥和铁路 汉娜并选择回避 而是静止开了上去 却不想母亲的鬼影再次出现在了副驾上 也不知是什么仇什么怨 她不一余力 就是要弄死汉娜 不远处传来了火车的轰鸣声 彪悍的汉娜抓起后座的安全神 绕在了母亲的脖颈上 伴随着火车的撞击 一切都结束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摆脱心魔重新成长的故事 我比较偏向于故事中的母亲并不是真实存在 而是汉娜的心魔 编剧或许是想以此表达父母的控制欲太强 容易对孩子造成长久的伤害 另外 关于故事中的母亲为什么要杀死孩子 汉娜曾说过 她的母亲是阿米神教徒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分支 常被认为拒绝现代科技 他们于是隔绝 拒绝任何现代福利 但事实上 很多阿米神人都会使用电力 还拥有发电机和蓄电池 故事中的母亲应该是受过什么刺激 不喜欢外面的世界 于是便想带着孩子们一起死 并固执地认为自杀能够到达天堂 她口中一直反复念叨的 快到了 应该就是到达天堂的意思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来自华盛顿州的《下地狱的十三步》 故事一开始 一名穿着格子衬衫的长发小伙 神神叨叨地告诉大家 当地流传着老莫特比公墓的故事 传说那座公墓是恶魔之地 当地人只当是个吓唬孩子的传说 直到格雷契尔家的三个孩子 真的看到了恶魔 姐姐阿美和哥哥阿呆 带着可爱的小弟弟前往墓园埋葬她最爱的那只仓鼠 小弟弟背着最爱的狮子玩偶 那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都说长胸如腹 哥哥阿呆非常疼爱两个弟弟妹妹 与之相比 妹妹阿美则冷漠得多 即便是当年母亲重病卧床 阿美都要躲起来 不愿见母亲最后一眼 在她的眼中 死亡是肮脏的 望着母亲可怕的面旁 阿美躲闪不及 母亲死了 带着不舍于疑惑 而一旁的阿美却一点都不伤心 她在疯狂擦拭被母亲刚才触碰过的手臂 仿佛病重的母亲 是个非常恶心的存在 回忆结束 三个孩子来到了老莫特公墓 传说这里是恶魔之地 可固执的小弟弟却认为 只有把仓鼠埋在这里才能升上天堂 弟弟还提出 需要鲜花给仓鼠举办葬礼 哥哥阿呆便吩咐阿美去采摘鲜花 阿美极不耐烦地来到了一处墓碑旁 耳边传来了母亲的呼唤 眼前的母亲一改病床上的模样 她光彩亮丽 可她微笑时露出的满嘴黑牙 把阿美吓得不轻 阿美感冒原路折返 吵闹着要离开这里 小弟弟非常不满地顶撞了姐姐 愤怒的姐姐推了小弟弟 却不想害弟弟的小狮子玩偶 掉进了刚刚挖开的地窖里 没人知道这座地窖的历史 小狮子正静静地躺在黑暗的台阶上 阿美拦下了准备下地窖的哥哥阿呆 她亲自爬进了地窖 可她不止 地窖中的东西远比他们想象的黑暗的多 当她踏上台阶的第一步 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眼前的小狮子竟然跟个活物一般 引导她向着地窖伸出走去 身后传来了哥哥阿呆的呼唤 可她回头却不见人影 阿美并不知道 她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尽管内心充满恐惧 可她依然选择向下走去 洞外的哥哥阿呆 瞧着不听使唤的妹妹心境如焚 她打算亲自下去把妹妹拉回来 这时候远处走来一个老人 她穿着中世纪时期的破旧衣服 老人警告孩子们离开这里 当得知阿美已经深入地窖 老人不由地轻呼了一口气 直言阿美已经被抓住了 随后她为自己套上了绳索 警告地面的两个孩子 倘若看到她突然不动了 一定要用力把她拉上来 老人意味深长地看了孩子们一眼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近了地窖 地窖那带阿美来到了一处肮脏的水潭 水潭里满满都是肮脏的注射器和药物袋 弟弟的小狮子就漂浮在肮脏的水潭里 任凭她如何使劲都够不上 就在此时 水潭中央竟缓缓浮出一个女人 她正是阿美满脸兵容的母亲 阿美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母亲面露猙獰 一把掐住了阿美的脖子 此时老人赶到 可她竟也被眼前的场景迷惑了心智 危急时刻 兄弟俩及时拉动了绳索 老人瞬间恢复了绳智 她一把抱住了阿美 终于将她安全带回了地面 墓穴里的经历把阿美吓得不轻 据说她此后十多年都在噩梦中度过 长大后便匆匆离开了家乡 而一旁的小弟弟却趁人不备 一个人走进了地窖 她只是想拿回小狮子 没人知道小弟弟在地窖里看到了什么 据说每个人看到的场景都不一样 那是一片只为你打造的专属地狱 庆幸的是 当年的小弟弟逃脱了 她正是眼前这位在镜头前自言自语的男子 从那时起 她便再未踏出过房门 哥哥阿呆每天都会按时送来食物 当年的场景把小弟弟吓到精神失常 她每天都会对着小狮子重复当年的故事 一遍又一遍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中出现的老人 有人说她是墓园里的灵魂 有人说她是守护神 也有人说她是天使 她有时候会出现 有时候不会出现 或许她是被哥哥阿呆的善年召唤来的吧 《惊悚50周》整个系列的评分并不高 不过好在短小惊悍 加上有很多大咖客串 整体故事还算比较有看点 发行方式由杰弗里卡森伯格推出的 短视频平台窥笔 可惜的是平台刚运行半年 就被迫宣布关闭 在找不到接盘侠的情况下 《惊悚50周》恐怕是很难再有第三季了 可惜一共才拍了九个故事 还有四十一个故事 只能有缘再见了 大家好 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 《奇幻美剧》《惊悚50周》 第二季的第六到十集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来自克罗拉多州的红狼姆酒 欢迎来到埃斯蒂斯公园 这里有极具意义的斯坦利酒店 传闻这座酒店便是电影《闪铃》的灵感来源 这家酒店死过不少人 像是被保姆毒死的孩子 被谋杀在浴缸中的女星 还有一名杀人狂牛仔雕刻师 随着闪铃的大火 位于山间的斯坦利酒店 自然也跟着名声大噪 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 阿呆、阿美、阿胖 三个小网红便是观光客中的成员 阿呆喝了一口酒店的红狼姆酒 表示非常难喝 还顺便欺负了一下正在喝酒的阿胖 酒店管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管理表示酒店的鬼魂非常注重隐私 这里是禁止拍摄的 所以希望三个人能把手机收起来 三人选择了212号房 传说这里面住着杀人狂牛仔雕刻师的鬼魂 他生前会把要杀的人雕刻成小雕像 房间布置得非常温馨 纷纷嫩嫩的 哪像是会闹鬼的地方 放下行李 三人又在管理的带领下参观起了酒店 据说这里的管理换了一任又一任 管理的任务便是要保护酒店的神圣性 这座模型及幕布后面便是酒店修建初期所用到的隧道 管理员警告游客们 这条隧道非常危险 千万不要尝试进入 另外 这里还有一些孩子们的鬼魂 这些调皮的孩子会偷走游客们手中的零食 管理员一走 阿呆就有一个人闯进了隧道 打算在里面来场直播 一定能够戏粉无数 为了拍摄效果好 他还抢走了阿胖的手机当手电用 他不顾酒店禁止拍摄的禁忌 边直播边独自往隧道的深处走去 隧道的灯光忽明忽暗 阿呆有些害怕 想着拍摄的也差不多了 于是他打算照着原路返回 却发现地下被铺满了狼母酒 来时的出口也变成了一朵厚厚的砖墙 走投无路的阿呆开始疯狂呼救 身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刚才的狼母酒变成了无数的玻璃碎片 玻璃碎片缓缓升起 向着阿呆万箭提发 手在外面的阿美和阿胖 很久都不见阿呆出来 想着或许这货不知上哪玩去了 并未过多在意 管理员非常的无奈 再次警告他们这里禁止拍摄 不要随便乱跑 阿呆的尸体就这样被人遗忘在了隧道内 晚上阿美和阿胖来到了吧台 喝起了小酒 阿美再次录制起了视频 向粉丝们表示斯坦利酒店就是个骗局 压根就不闹鬼 不过游客失踪倒是真实 比如他们的伙伴阿呆就失踪了 阿美无视规则的行为 让怪异的酒保一些生气 不过她还是非常友好的提醒阿美 收起手机 停止拍摄 因为鬼魂们都很注重隐私 这里是公共场所 老娘想拍就拍 什么闹不闹鬼隐不隐私 关老娘什么事啊 阿美边举着手机拍摄 便回到了房间里 床上被铺满了禁止拍摄的卡片 卫生间传来了木头的雕刻声 我说你就不能先开个灯吗 这样黑灯瞎火的你自己不害怕吗 洗手台上摆着阿呆的木雕 紧接着灯光闪烁 阿美似乎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传说中的牛仔鬼魂正坐在一旁雕刻人像 阿美再次举起了手机 妈呀 这鬼魂太逼真了 老娘一定要拍下来发不出去 一定又能涨一波粉 牛仔衣放下了刚刚雕刻好的阿美 阿美不该 三个损友只剩阿胖一个人在吧台哭大睡 牛仔衣的鬼魂缓缓了到吧台 跑出了阿胖的木雕 阿胖的手机虽然被阿呆拿走了 可他来到酒店后拍摄的画面也不少 这预示着他也无法逃脱鬼魂们的惩罚 阿胖从睡眸中惊醒 他只剩回到房间 只剩洗手间大门紧闭 从门缝渗出了大量的鲜血 门外传来了孩子们的呼唤声 他们在一声一声地叫着阿胖的名字 身为网红的阿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第一时间抓起了桌上的手机 跟随着那个声音一路走一路拍摄 一群举着棒棒糖的孩子 边呼唤着阿胖的名字 边向着他缓缓靠近 阿胖被这些阴森的孩子吓坏了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随后录制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条视频 他在视频中向粉丝们求救 怪异的孩子们跟着阿胖 模仿他说话 嬉笑他的恐惧 头顶的灯光闪烁 阿胖也瞬间进入了鬼魂的一次元空间 一根电话线不知何时绕过了他的脖颈 阿胖便在鬼魂的围观中被电线活活勒死 那好朋友就该要整整齐齐 不知过了多久 斯坦利接二连三游客失踪事件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他们特意驱车前来 打算就此时拍摄一部纪录片 管理员告诉他们 酒店的鬼魂实际上都非常友好 但是他们都很注重隐私 所以请不要拍摄的太久 一旁的眼睛男压根就没当回事 只当是管理想要小飞随便的故事罢了 可以想象不守规矩的设置组将会有什么下场 当天晚上管理正在前台与空气们对话 大概就是 我会处理好的 大家别激动 他的手中正举着眼睛男的脑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就跟电影闪灵中设定的一样 这些死去的旅客将会化作鬼魂留在酒店里 红郎姆酒的英文Redrum 反过来便是Model 也就是谋杀的意思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公共场合不要动不动就拿起相机录视频 路人也有隐私权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被你拍进去 感觉是在骂我自己啊 因为我就是那个经常在旅游景点聚取手机录像的人 另一层含义大概就是劝大家要录像随俗 让你别拍就别拍 让你别作就别作 否则怎么把自己作死的都不知道 另外 故事中的斯坦尼酒店确实是闪灵的原型 据说作者斯蒂芬金便是在这里经历了灵影世界 才在三年后创作出了闪灵 不过电影闪灵的真正拍摄地并不是斯坦尼酒店 而是位于俄勒刚之湖德山上的山林小屋酒店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来自密苏里州的山珠与杜鹃花 这座宅子的主人叫做亚瑟安娜 他拥有全国最大的牵矿 亚瑟和他的女儿露西住在一起 等他意识到牵矿对孩子的害处已经太晚了 1986年年仅7岁的露西因为牵中毒去世 他被安葬在宅子的附近 露西在这里躺了30多年 孤单的他想要一个朋友 画面一转 七岁的阿扎利亚再次与好友们告别 踏上了搬家的旅途 父母的工作便是要替雇主们照看房子和值钱物品 这也使得年幼的阿扎利亚 不得不陪着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搬家 频繁的搬家也使年幼的阿扎利亚非常孤独 因为他没有长久的朋友 父母承诺 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替雇主照看和评估资产 而他们这次的终点站便是亚瑟安娜的老宅子 收拾行李的时候 阿扎利亚注意到远处似乎有个黑影在换换靠近 可父母却什么都没看到 老宅子紧爱着一大片墓地 阿扎利亚注意到了露西的坟墓 她的墓碑前放着一只黑色的娃娃 恍惚间 猙獰的黑影再次出现 父亲及时赶到 让阿扎利亚把娃娃放回去 不要捧事者的东西 这会招来厄运 父亲为女儿说了露西的故事 想当露西与自己一样的年纪就死了 阿扎利亚不由地伤感了起来 慈爱的父亲带着女儿离去 可他们不知道 露西的鬼魂拖动着扭曲的四肢 一直守候在这里 当天夜里 阿扎利亚从睡目中惊醒 一阵阴风吹开了她的房门 露西的鬼魂缓缓靠近 她发出了低沉的嗓音 邀请阿扎利亚来墓地玩耍 阿扎利亚尖叫着呼唤父母 父亲在女儿的床上 发现了墓碑旁的娃娃 便固执地认为是阿扎利亚偷走了娃娃 不管阿扎利亚如何解释 父母都不愿意相信 父亲将圣人的娃娃扔进了垃圾桶 一大早 女儿阿扎利亚便带着自己的娃娃来到了墓地 她太孤单了 父母也不理解她 她与露西一样 很想有个能一起玩耍 倾诉心事的好友 父亲强行抱走了露西 将娃娃扔在了地上 两个成人的做法惹恼了露西的鬼魂 她拖动着扭曲的四肢捡起了娃娃 露西流着眼泪决心 报复阿扎利亚的父母 很快机会来了 阿扎利亚的父母正打算 把一套古董沙发搬运到楼下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且艰难的任务 露西的鬼魂轻轻触碰了阿扎利亚的母亲以下 母亲便因为重心不稳摔倒在楼梯下 直接被断掉的围栏捅刺成重伤 而父亲也被尖锐的沙发脚刺中了脖子 夫妻俩面面相识 很快就断了气 阿扎利亚看见了父母亲的尸体 年幼的她不知道被伤为何物 她捡起了露西掉在地上的黑色娃娃 一转头进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这里也曾是露西的房间 露西将这里装点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二人抱着自己的娃娃 手拉手消失在了老宅里 几天后 人们在房间的地毯上发现了阿扎利亚的尸体 她的脸上还挂着笑容 警方排除了她杀的可能性 并很快将一家人的尸体运走 这一年 老宅的周围发现了一个奇异现象 那就是屋外的山珠与杜鹃花 提前了六个月绽放 到此 惊悚五十周第二季结束 鬼魂能够制造巧合 轻易带走一家三口的性命 细思极恐 房子周围有墓地 孩子还能看到大人看不见的东西 这也敢住得下去也是逼了狗了 不过这也符合恐怖片一贯以来的尿性 我就不信阿扎利亚的父母死后会放过露西 反正都是鬼了 谁还怕谁啊 惊悚五十周第二季这四个故事 依然让人有些意犹未尽 不甘心发行房间这么快倒闭了 希望尽快找到接盘侠 能够将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 我是可乐 感谢你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